好来看到光复乡的马泰安休闲农业园区 推办的乡亲情爱传爱慈善的公益活动 即将在10月26号以剑走闯关的方式来登场 虽然在今年花莲天灾地变严重了冲击园区农业观光 那么不过呢仍获得地方各机关的单位业者的热情赞助 去年以乡亲传爱国宴饷宴 食农体验主题办理马泰安休区详情传爱公益活动 今年10月26号马泰安休区将以剑走闯关 抽大奖的方式强势登场 所以我们今年是以剑走的形式 大家可以慢慢走在湿地里面 还有我们环山道路里面 那我们今年的补给站 一样有非常多好吃的 有我们的利川鱼产赞助的鲦鱼甜不辣 还有木日光的单季水果 还有我们仲谷县工作室提供的烤咸猪肉 以及我们光丰农会家政班的小点心 对还有我们台糖冰品的冰棒 可以在我们补给站都吃到 那还有小小的惊奇就是 路上都会有我们食农的趣味闯关 所以大家可以吃得到在地玩得到在地 德不孤必有林 今年花莲天灾地变持续冲击百供百业 不过面对马泰安农修区仍持续推办 相请传爱慈善公益活动来捐助地方社福机构 共同关怀在地弱势 在地观光龙头老大台糖花莲旅馆 也特别祭出日式双人木屋住宿券来响应支持 期盼大众踊跃报名参加 那今年度就是特别在马泰安的相请传爱的活动 那台糖公司也提供我们台糖花莲旅馆的甜蜜 温馨的两人房的住宿券来做摩产 那也可以吸引到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光复这边 来欣赏我们花莲的美 今年堂堂迈入第六年的相请传爱公益活动 远然成为了年度指标性的公益活动之一 在地社会企业机关团体也热情赞助团结爱的亮男 那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在地的小商家 也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赞助的商品 我们也会陆续在我们马泰安休闲农业区的 粉丝专业上面做露出 所以大家要赶快来报名哦 见走完有的吃有的玩又可以抽大奖 所以希望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 见走公益做爱心 由于地方各界机关团体热烈支持赞助 为了让更多善心恩人 以及大众共同参与公益盛会 马泰安农修区也决定将报名日 顺延拉长到10月12号截止 也欢迎大众赶快报名 把爱心换作实际行动 来一趟见走闯关公益送爱之旅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